今天穿成这样了吗 看我们防晒做的这么的完善 当然是要去做脸了 今天是做脸日 我好像来去卖 就是之前我们录过一期做脸的视频之后 到现在我就一直没有时间去返厂维修 我今天要去医院返厂维修一下 笑什么 你好像 好像一个唱戏 完全看不见你的脸 我像不像那种韩国卖鱼的大妈 不是做完了才挡着吗 你现在挡着他干嘛 一会儿给大家看的了 我的脸难道有什么好神秘的吗 今天还是来之前的那家医院 因为我觉得他们家环境比较好 我喜欢那种环境比较舒服的地方 然后医生也很专业 我跟他们预定的是做热马级 因为我感觉我最近的嘴角跟法令纹 有一点脸有点垮了 因为毕竟太久我没做了吧 你让人看看你的垮脸 等会吧 其实好多粉丝好像对这家 有好多问题在后台我经常说到 对对对 然后有好多粉丝私信我 问去哪里做脸什么什么的 说实话别的医院我也没做过 我不太敢给大家推荐 但我一直就在他家做的 因为在泥曼路 就是地段还挺好的比较方便 我觉得你们如果来旅游的话 就住泥曼路 很多不是粉丝游客 然后都住泥曼路嘛 感觉住泥曼路直接过来就很方便 就在玛雅的鞋对面 他们医院架了那个摄像机 男人说要采访我吗 要欢迎我们吗 可能是采访我吧 是吗 结果不许 你快坐那人 弄一下装霸 人家不是采访你 怎么可能采访我 我也听不懂泰语 人家是采访 今天应该是有比较好的医生过来 还是干嘛 我也不知道 他们说在采访医生 然后我刚才看了 他们有一个宣传册 是热麻吉五代的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 我觉得这个应该很多人可以感兴趣 就像比如说像我年纪大了 然后膝盖啊 然后肚子上会有一些松弛的 我觉得可以用热麻吉去改善 这一年中途 我有看过很多别的医院 要么就是环境不太好 就很泰国的那种 很像那种家庭去作坊的那种环境 要么就是 因为大家都知道热麻吉机器就是 热麻吉的机器就是很多家 所以就一定要谨慎选择 之前我去另外一家问了 我觉得他们在热麻吉也很专业 但是它的价格很贵 我觉得跟国内价格差不多了 就不是我在泰国能接受的这个价格 如果在国内我就觉得OK 然后他们家最近就是做活动嘛 他们家之前是要一万多 我记得 然后最近打折 打下来好像才九千多还是一万多 我觉得哇好划算 所以我赶紧预定了 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上次咱来的时候没有中文翻译 对啊 他们现在有个中文翻译 因为他们有跟我说 他们因为有很多粉丝拿了我们视频过来问他们 然后所以他们就可能就注重中国客户这一块吧 应该就加一个翻译 他现在要胡麻烟啊 你说他们家环境就是我觉得比较舒服 在泰国 不过现在有新开很多医院 就清卖一瞬间又新开了超多整容医院 然后环境也挺好的 但是我没有试过 我有了解几家吧 我有在Facebook上有加几家 关注几家 然后我看到价格 就是普遍还是偏贵一点点 从地段到环境 没有 他们不考虑地段 他们所有到 我说这家 这家算你卖过 我觉得价格非常合适 这是麻药吗 不是麻药啊 嗯 你就是帮忙洗脸清洁一下 应该 大家看一下素颜的一个做之前的对比 就是最近这一块 可能睡觉的时候一直这么压着吧 然后这块法令纹特别深 然后包括嘴角这两块木偶纹也挺深的 那时候很多东西 眼带啊 这个就不说了 这个是天生的 眼带症呢 我想跟大家说 我试过很多办法 包括打针 包括什么胶原蛋白 菠尿酸全部都试过 没有用 千万不要去注射 反而会更严重 对啊 就会有那个 打菠尿酸久了 就会有那个丁达尔效应 什么的 那什么有用吗 他们最近很火熟 猫猫针嘛 但是我没有试过 我也不太给大家推荐 那胶原蛋白 我之前打了 效果很好 但是就是挺贵的 然后很快就没有了 但是我觉得这东西 注射的东西 我现在是 就是可能年纪大了吧 我现在都不太会尝试 就是这种阻塞的东西 不如保费刀 不如运动 对 丑着丑吧 没关系 我也没有龙冒焦虑了 这个中文翻译小姐姐 全程翻译 这是麻药吗 嗯 我之前做 翘身刀也做过 但是不太适合我 像我这种就是 脸比较就是比较瘦的 然后比较全度很高 像那种骨相比较清晰的那种的 就是比较适合做 任马鸡 但你那种肉比较多的 就是很适合做具体啊 跟超线刀 它在打鸽子 嗯 你今天做的是六百发的 嗯 然后包括脖子 然后 大家来做的时候 我跟在马鸡 一定要看看它的那个机器 跟这个头 因为这个是假的 非常好 超满 好痛 它说我的肉不是很松 不是很脆 所以 打到2.5的强度就可以了 我记得我之前打到3.5的那个感觉 什么呀 你能够吃 你还可以吃 你肯定要够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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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就那么很多 现在昨天 打了两百发 然后 去 我 今天 那个 在里边 他说 我 接着看 None 的 gging 有 hij 没有 现在 等一下 嗯 给他的 拥抱 鲜 眼睛可能比较明显,这个眼睛比较大一点,然后这个眼皮有一点点 我感觉已经把练完骨下来了 刚打完可能会有点肿,但打到这里真的是蛮痛的,这两个地方 这个地方痛,然后别的地方痛 今天我们来,就好赶上他们拍宣传片还是什么,不知道 阿里做完以后被抓过来采访 然后我刚坐完那边,拉去做了采访,然后我们替粉丝有几个问题想问问这个医院的医生 第一个问题是你们电在别的地方还有没有分电 当今呢,Celacinic 也有通过泊衣服,泊衣服,泊衣服 然后感激感变得到肤阳 有啊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能不能做鼻子或者说就是动刀的一切项目 就不只是做皮肤的 手术 对 当今,Celacinic 和我们呢 就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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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他有专门做鼻子的医院,做龙胸啊或者说做脂肪填通有他专门的医院 就大家可以,我不太了解,大家可以去搜一下有没有专门做这个的医院 因为他们对标还挺,其实对的挺细的 对,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之后会不会有光整腹肤像M22这样的 因为太多太多人了 因为国内很多粉丝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就只是想做量肤啊或者说缩毛孔啊之类的项目 我会觉得,你拿过来就都没了啦 这就很低下吧 OK,OK,OK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给我们的粉丝 就是我们的粉丝拿着这个视频过来,能不能有一个小优惠 对,好,好,好 因为我们有可能会有点赞,然后给我们的粉丝 帮他来点赞,然后好,可以让他来点赞 你送给你的一支点的东西 OK,OK 还有中国人的贡献是一样的 嗯,对,对 因为我们说我们是泰国人的贡献和它们的贡献是一样的 但是你们是中国人是不是吗 他的意思就是泰国人跟中国人的所有的价格都是统一的 然后他们不定时会有折扣的活动 然后如果是我们的粉丝可能会有一些优惠 或者说有一些送一些小的项目之类的 ok 好,今天的赞内拉,拜拜! 谢谢! 我今天都没露脸,我得露个脸 真的很多粉丝私信后台问我们 然后比如说我想做什么什么项目 哪个医院比较好,然后让我推荐 其实我很负责的推荐就是别的医院我没有做过 所以我不推荐,而且我不太推荐 很多中国的游客或者中国的粉丝宝宝来泰国做鼻子 就别的项目我觉得好像还ok 其实泰国的技术没有国内的那么先进 就是目前我来看,以我的亲身经验 他们的机器还相对国内来说相对落后一点点 因为国内现在这个医美行业发展的太好了 就是很多机器都很新 然后像做鼻子的话 据我看下来整个泰国大部分都还是以甲体为主的 就没有太多过多的选择 很便宜 但是你要想到之后有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维修的过程 或者说如果有返场的过程就很麻烦 所以说还是建议比如说这种大的项目还是在国内做比较好 如果你不是在泰国长期待的话 不要被泰国医美的这个低价迷惑了 但是我觉得做皮肤千万千万一定要来泰国 虽然他们起码还没有M22比如说光子这种东西 但是你可以去大一点的比如说曼谷这种地方做 就相对来说比国内的价格真的便宜很多 如果你做大项目的话泰国医生的审美我跟你说也挺迷的 他们也很崇尚那种超级蓬超级紧的那种呢 就什么也不太一样嘛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稍微自然一点的 然后像比如说像我今天做热马机 就以医生的专业程度跟负责程度来说 我觉得真的是比国内好太多了 我在国内做了也做挺多次了 说实话 但是我觉得就是它是 我觉得很多医生都是给你互弄的还完事了 而且国内的价格真的非常贵 我之前做600发还多少发将近2万多了 就是反正就是价格我觉得有点跟泰国的是没法比的 包括你说打水光针啊 然后包括做简单的皮秒啊 泰国的价格真的很亲民 我觉得如果你来旅游的话 就是我觉得顺带做一做还蛮划算的 然后这家医院呢 它就是只做皮肤管理的 不做大的项目 我觉得还挺好的 就是因为泰国就是分的 我刚才有说嘛 泰国分的很细 做鼻子就是做鼻子很好的 他们就分类分的很细 不是像有的医院就是所有的都做那种 所以就是我的感受就是给大家分享到这儿 然后大家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医院和医生 就这样 OK 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 吃饭去了 拜拜 拜拜